当地时间2月26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 副总统彭斯将领导美国政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当晚 特朗普就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在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发布会 并宣布上述决定 在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大幅下跌之后 特朗普当天一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新闻机构 和民主党人制造不必要的疫情恐慌 损害美国金融市场 特朗普在开场时表示 如果疫情扩散 我们已经做好了采取措施的准备 他还借美国每年有2.5万至6.9万人 死于流感的数据 与美国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做对比 而就在一天前 美国疾控中心发出警告称 预计新冠病毒会在美国市区传播 截至26号 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60人 美国疾控中心当天在加州确诊了 第15名非输入型的病例 这名患者并没有相关旅行史 尚未发现与其他感染者的接触史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出席 在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的发布会 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19年1月 当时特朗普正与国会民主党 就边境墙预算问题陷入谈判僵局 美国政府处于停摆状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